而在Google Seeds 里会维护一些代办或个人事项 并且会有对应的有效日期 那么我会希望在有效日期前一天可以让LINE提醒到我让我注意 我们看看如何用Mac自动化来实现这个需求 在开始节点 我们新增一个Google Seeds节点 在节点操作栏里选择12出桌式操作 首先连接到Google Seeds 接着在配置页面 我们选择Google Seeds 以你需要获取数据的表格名称 还有表格内的Seeds 以及你要获取表格内数据的范围 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接下来我们要让LINE发消息 首先我们得先开通LINE Notify 在LINE Notify的网站注册登录后 在个人信息下选择MyPayIt 进入MyPayIt之后 在一面下方选择ZenRate Token即可 这样会生成一个Access Token 我们记录下来 接着我们回到Mac 在Google Seeds节点后 新增LINE的节点 选择ZenRate Notification 操作 连接上LINE之后 我们在配置项里 在Message选择LINE的消息通知需要展示的数据 直接选择Google Seeds的字段名称拼起来即可 Google Seeds和LINE这两个节点配置好之后 我们需要在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线配置筛选条件 因为我们的需求是 在有效日期的前一天发LINE消息给我 我们点击连接线 配置Condition 首先选择Google Seeds的有效日系列 再选择Data Time等于的判断条件 最后在文本框中 我们配置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在当前时间上加1 并且把格式改变成年月日 这样就相当于在当前日期上加1 如果等于有效日期 就满足条件 这样才会通过LINE发消息 以上步骤配置完成后 Google Seeds里满足条件的信息 就可以通过LINE进行发送了 那到了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 Mac每次执行的时候 都会把Google Seeds里满足条件的数据发出去 这样就会重复发送 那有没有办法 让发送过的信息就不再发送了 我们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解决 在Google Seeds增加一列发送标记 已发送的信息就再发送 标记下增加标识发送 由于发送标识的行 即使满足条件 也不去发送了 然后我们在LINE后再增加一个Google Seeds的节点 选择Update a row操作 这里我们选择要修改的表格和列 在发送标记的8六维护已发送的文本 意思就是每次发送成功 都会更新对应的Google Seeds 再对应型写入一个已发送的文本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 在筛选条件这里增加一个按的条件 当Google Seeds的发送标记列 文本内容不等于已发送的时候 才满足发送条件 OK 这样我们的配置就都结束了 最后 再开始节点 配置你希望Make執行的频率或时间就可以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分享一些好玩实用的工具 提高大家工作和赚钱的效率 谢谢